你怎么好能给我们几个例子吗 就有一次去他家过年 因为我是个男方的 他是北方的 因为我们男方每天都要洗澡的 他北方太冷了 没有暖气洗不了澡 然后我公婆听到了 我公公就立刻去街里买一个电暖上 我婆婆在家烧了一大桶药水 让我去洗澡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朋友圈 看到我朋友过生日 看到他收到很多礼物 我很羡慕他 我就回来跟他讲 然后有一次到我生日那天 他在网上买了很多装饰品 然后回来了 他那天就让我出去玩 他在家里布置 到了下午回来 我一打开门 我就看到他这些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布置这些 他就提醒了我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然后我才想起来 然后他还给我买了一个蛋糕 叫上他的朋友过来 给我亲自神了 但是我挺感动的 挺暖心的 真是挺好一家三口 我觉得儿子性格是不是也不错 不是那种特别淘气的孩子 这个小朋友 上一年级了还是二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了 学习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 平常是怕妈妈多一点 还是怕爸爸多一点 怕妈妈呀 为啥不怕爸爸呀 他性格比较好 不打我 妈妈严厉一些 那你要有心里话 是跟妈妈说 还是跟爸爸说呀 爸 他害怕他妈妈 有什么话都跟我说 男生都这样 好笑 从这个平台 幸福来上门 想给老婆表达一下 这么多年 我真的还没给他表达过心里话 行 那咱就正式的面对面 站在舞台中间好吗 来 就跟两位 老婆 这几年我知道你也受苦受累了 我算下时间 咱两个从认识到现在 整整十年了 记得当初 你不顾你父母反对 和我在一起 你也整整四年没回家 那时有家不能回 在这跟你说一声 还要向你父母说一声 老婆对不起 你们辛苦了 没事 自从你跟了我以后 我到处演出 那时候你跟我到处跑 照顾我的生活 有时候 我应手喝醉了 下班以后 你还陪我回家 这些事 我都记在心里 我永远不会忘的 老婆我爱你 抱一抱吧 抱一抱吧 参加幸福来敲门的前一天 我就偷偷摸摸的给你买一个礼物 我希望你能够喜欢 老婆 我爱你 谢谢老公 好 好 给他带上 不成了 大福大怪 只要我们一家人 每天都快心快乐 就可以了 有时候 我希望你没办法